趕在春節前夕 南韓民眾到百貨公司購買禮品 今年南韓市場的春節禮盒呈現兩極化 百貨公司擺出要價數百萬韓元 五顆星的高級韓牛套裝禮盒 目標金字塔頂端課程 大型超市針對普羅大眾推出較親民的禮盒 價格落在一萬韓元左右兩萬韓元以下 換算一件不到500台幣 但這個價位通常只能買到洗髮機 沐浴乳等等 今年南韓水果價格飆高 其中蘋果就比去年漲了六成 幾乎很難找到五萬韓元 折合約1200台幣以下的水果禮盒 在高物價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 中間價位的產品從市場消失 只有貴和便宜兩個極端 專家認為消費兩極化不僅是年節禮物 還將擴散到整個南韓經濟 儘管如此 過年禮盒還是水果最受歡迎 最近一份名調指出和去年中秋節相比 蘋果和水梨的組合禮品超過牛肉 佔上喜愛度第一位 雖然有人認為禮物要看到實體禮盒才有誠意 但調查結果顯示 最近MZ世代的年輕人想法不同 喜歡透過網路收到電子禮券或商品卡的人 佔了66% 理由是方便 而且不需要親自攜帶 去年中秋節購買忘記商品的預算 二十到三十萬韓元的人 今年春節將預算減少到十到二十萬韓元左右 專家分析 對年節的認識變化也是原因之一 南韓民間物價調查機構近期調查顯示 今年南韓春節季組平均支出 再創歷史新高 按一家四口來算 在傳統市場買祭品平均花費28.15萬韓元 折合約6600台幣 大型超市比傳統市場貴35.2% 想好好過個年 要掏出更多鈔票 TBN新聞綜合報導 2018.一年 Cara 超市比傳統市場貴35.2008.12% 2014.11%